大家好我是一日和 我最近发现网友对我这些茶具挺感兴趣的 今天讲讲我和这些茶具的故事吧 今天主要说的是一个小茶碗 上面这六个横帘的小黑口杯 是我最早入手的 当时也不懂得什么窑口啊什么 对时期那时候一无所知 2007年的时候 然后就觉得这几个杯子好看 而且还不是花钱卖的 是拿东西边换的 我是2001年的时候在蒙古那边去旅游 在鄂尔多斯的一金霍洛奇就成吉斯汉林 在那边的时候 然后回家给朋友们带点礼物啊 就买了十块当地的那个茶砖 这么大块小块的 也就是半斤不到吧那种小茶砖 然后吧我们这边也不爱喝那个茶砖 我就一直没送出去这礼物就 这礼物不是没送出去吗 到2007年的时候 正好卖这个杯子的那个老板我还认识 他是我一个挺熟的 他就喜欢上我那款茶砖了 他当时杯子就这三个颜色 横面也没出过别的傻 我就跟他换了 一个茶砖换一个 相当于9块钱一个呗换回来的 当时这个杯子是卖到60多块钱吧 好像60还是65大概是这么个价钱 我相当于9块钱买了60块钱的东西 茶砖升值了嘛 现在他大概能值个2000多块钱一个吧 就当2000算也一万二了 就相当于我的那个茶砖的投资 经过了19年之后翻了200番 这个投资太成功了 这个小碗就是我前两天发视频 那个被我抓了一下 镶了一个同圈的那个碗 他也是横连的 而且这个不是买来的 这个是跟人家拼手一样来的 待会看一下这个啊 能看清吗 这是横连的那个底块吗 当时是有很多手艺员在一起不服 都说自己技术好 说自己玩镶嵌漂亮 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小比赛 我把横连的这个底块 用研制想想了 仔细看一下 我给你拿个参照物比一比吧 这个碗也是几粒大米 这活做的够细吧 然后我的手艺最好 就把这碗给扬来了 这个碗是13年的时候吧 大概那个时候就值1000多块钱了 这是我凭手艺扬来的 格外珍惜 可惜摔了一下 我就是特别特别的喜欢 这种开片的瓷器 因为吧即使是同一个窑口 同一天同一窑烧出来的 咱们俩一人买一个 过后也不一样 每个东西它开片开的不一样 我用的我养出来的 它开的这个花纹就是 它是专属于我的 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这个感觉太好了 这介绍的差不多了 用了一个喝茶呢 茶也泡好了 小锅炒豆越炒越臭 今天翻它的牌子 用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杯子去喝茶 那个感觉 哎呀 茶的味道都收到了这个杯子的加持 就是 如影干露啊 我先干未尽 拜拜